你这样做生意是不会长久的 你根本就没有给我清洗 上次有个表友质疑我手表没有给他做保养 手表维修呢也比较多 不可能呢 把每个手表的保养过程都拍下来 包括很多的表友都有这样的疑问 把手表留下维修 维修束缚是不是没有给我这个手表做清洗保养呢 在你那放了两天 又给我邮寄回来了 你这样做生意是不会长久的 我邮寄的时候可是拍的清清楚楚的 拍好照片的 原来什么样子的 现在机芯看起来还是跟原来一样的 你根本就没有给我做清洗保养 我呢 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表友呢这么想也是对的 毕竟不是现场维修 机芯油腻就算比较大 手机拍照也不会特别的明显 可以先看看之前的问题都解决没有 表走的准不准 再看看机芯上的螺丝有没有轻微拧动的痕迹 来初步判断一下 大家做生意的也都是做长久的 你说是吧 我是钟表将飞秒 关注我 飞表不迷路